各位boss們早安啊 這邊是覺得天氣好冷的小北 那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本身不是豪豬 長的也不像是豪豬 但是可以把敵人變成豪豬名字 直接就是豪豬的豪豬Prime 可以透過在遊戲內打開遺物來獲得藍圖以及部件 或者說是直接找人購買藍圖和部件 在基礎數值方面的話 普通射擊的基礎傷害是46 切割佔比只有極低的8% 那射擊速度的話是每秒7發 暴擊機率的話是28% 暴擊傷害是2.2倍 那觸發機率則是20% 它的特點呢就是特殊攻擊鍵可以切換 4種基礎元素的標誌 那每一次擊中除了一般的觸發以及傷害之外 還會必定觸發選中的 標誌屬性的狀態觸發 那標誌的屬性呢不會被MOD合成 也就是說例如你是使用毒屬性的標誌 那它呢並不會因為你裝了火屬性的MOD 而就這樣子融合成毒氣傷害 而是分開觸發 毒屬性和火屬性 不過標誌的觸發傷害會根據 裝了的屬性MOD來獲得提升呢 那例如說裝備了火焰裝填 Plan的話呢 火屬性標誌的觸發傷害就會提升 而且除了必定觸發那一次標誌之外 也有機率會依照 武器本身的觸發機率再次觸發一個火屬性的DOT的傷害喔 而且有CORLA使用的時候呢會有8怕機率在 爆頭的時候自動填裝你的彈匣 那接下來呢就是小北的MOD配置以及使用產次啦 歡迎贊品參考MOD配置 那他的屬性上自由度非常非常的高 除了基本上最泛用的病毒火之外 也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或說是打的種族來配 像是如果你要打習俗的話可能就會配一個 磁力毒之類的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的使用展示以及MOD配置啦 那這把武器的話小北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 在表現的話小北會給他4顆星 推薦指數是4.5顆星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全部內容啦 歡迎在評論區中分享你們的配卡 或者說是討論最新玩武器的看法 同時如果喜歡小北影片記得幫小北按個喜歡 如果想看到更多人的話記得幫小北按個並訂閱 分享小鈴鐺喔 那如果覺得這部影片蠻實用的話 也歡迎分享給你們這邊在玩WTF的朋友們 那同時如果想要追蹤小北IG或推特的話 下方也有連結 如果想要加入小北的Discord群組 下方也有邀請連結 裡面會有更加 準確的開台以及新影片通知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